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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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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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一段战技接3A 循环到大段结束 并打完最后一个二段战技 第二种玩法 并三玩法 连续释放两段战技后 直接开一大招 开打后 还是一段战技接二段战技 连续放两段战技 之后一直循环到大造结束 朋友们从上一次二段战技结束到下一次一段战技赚好 会有0.8-1秒的时间 可遇现穿插一个平A 或者用来躲避伤害 再来看前面遗漏的天赋博秘座 孤友天赋1-CD 这个前面说够了 固有天赋2触发碎冰后 二段战绩获得40%的增伤 持续5秒 这个固有天赋就类似于林尼的天赋 碎冰反应只是提高伤害的一个条件 而并不是碎冰反应打出来的伤害 固有天赋3 队伍中自己的角色在水中的耐力消耗降低35% 在凤丹的水下探索时会非常的好用 命座方面 一命二段战绩的暴击率提高15% 因为菲米尼的主要输入手段就是二段战绩 所以这个命座还是比较有用的 二命阿旦那记小爷世界时恢复2点能量 世界时恢复3点能量 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菲米尼的充仑问题 三命非常罕见的普攻等级加3 四命菲米尼触发冻结 碎冰核超到反应之后 攻击力提高9% 持续6秒可以跌压两成 物理玩法的菲米尼可以轻松的点满 但是提升有限 五命战绩等级加3 六命菲米尼触发冻结 碎冰核超到反应之后 暴击伤害提高12% 持续6秒最多可以跌压三成 对物理玩法的菲米尼来说有比较不错的提升 菲米尼的命座有暴击率 有暴击伤害 有攻击 有能量恢复 三命和五命的加技能等级也没有浪费 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 但是毕竟是一个世情角色 命座的素质相对来说比较保守 在二命最后即可有比较完整且舒服的体验 后续的命座则的进一步拔高了输出上线 然后就菲米尼的配队 针对两种玩法有不同的配队 首先就是物理玩法推荐两套队伍 第一套菲米尼加菲谢尔加罗沙利亚加半英特 除外异的话可以把罗沙利亚替换为钟离 如果半英特点六命可以替换为米卡 主板方面以菲米尼加菲谢尔加罗沙利亚加半英特为例 骑手罗沙利亚EQ切半英特EQ 然后切黄和女方奥斯 最后切出来菲米尼正常输出即可 如果罗沙利亚裂度比较高 可以选择在半英特之后开大 然后第二套为菲米尼加草行酒 菲米尼能利用行丘过量的水来打冻结合碎冰 草蛇的大招又提高了菲米尼场上的精通 从而提高了碎冰反应的伤害 久其人在点种着同时还能挂雷出发超导 降低怪物的误抗 另外菲米尼自身有着0.5的抗打蛋系组 搭配行丘的大招及格实践为霸体 再搭配久其人的奶和行丘的减伤 整套队伍的输出环境非常的安逸 在手法方面也是非常的简单 草蛇EQ行丘EQE 然后9建议也就是正常的草行酒输出 最后切出来菲米尼正常的误伤输出即可 这套队伍的性价比高能够合理防徽每个节奏的作用 并且输出环境也比较安逸 同时手法也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这套队伍是当前版本最适合菲米尼的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冰山玩法的一套配对 菲米尼加罗沙利亚加万叶加半英特 这套即便不打碎冰也是同成本向DPS最高的一套配对 主要是万叶加半英特这套组合实在太强了 那如果说有生鹤可以把罗沙利亚给换掉 如果说这些喜欢的话给菲米尼配一个生鹤也不是不行 这套配对的手法为罗沙利亚E冠冰 随后万叶EQ阔冰 半英特EQ 然后切罗沙利亚Q 最后切出来菲米尼打冰伤手法 全弯到大招结束 大招持狱期间的平A是在战绩等缺时打着 切记在战绩的持狱期间打平A 如果不想太麻烦的话 这个平A不打也行 虽然说菲米尼可以当成冰C去玩 但是个人还是推荐和草行酒组备的物理次玩法 因为这套玩法是少数三道中最为舒服的一套 其他队伍中基本都需要班一课 但是班一课的圈比较小 大戒角色的训练能力又比较强 很容易打着打着就把怪打住圈外 这样就会出现圈内的平A目不到怪 出圈又少伤害的情况 而且在面对大起集或者多动症的怪物 也容易把我们挤出去 或者出现平A打空等等情况 而菲米尼加草行酒这套 除了前面提到的性价比高能合理发挥每个决战的作用 并且输出环境比较安逸等优势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草人的范围足够大 不用担心圈地围牢 即便是部分伤害打空 即便是碎兵反应没有适当草人的进攻 还有种子的伤害来都抵 OKOK讲这么多注意来到配充环节 不难看出菲米尼的输出还是比较依赖大招的 那么菲米尼到底需要多少充能呢 在菲米尼单病入队且玩法为物伤玩法时 二命级以上的只需要约12%的充能即可 没有二命的情况下坚一队到30%左右 在冰山玩法中由于临阶的二段战绩并不惨求 所以充能压力是非常大的 只能选择携带同系队友如西风罗斯阿利亚 基里猫猫等来解决追米尼的充能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武器剩余物选择 首先是物理玩法的武器期望对比 这里计算了几把常用的输出大剑 蝶5的吃虎剑虽然说期望是最高的 但是优先级依旧排在维海星标和松赖之后 由于在部分配对实战中 无法保证吃虎剑全程满层不掉层 还有一点就是松赖的加攻速 会使你的手感变得更好 那如果说没有五星输出大剑 也没有吃虎剑 非常特意选择封单的锻造大剑 浪影扩建 然后是剩余物方面套装首选四苍白 因为战绩后的协通攻击的冰伤属于元素战绩伤害 所以四苍白是很容易叠满 并且保持满层状态的 其次为二苍白加二燃血骑士 二物理和二攻击等等 所以二段战绩属于元素战绩伤害 并非普攻 是吃不到甲斗士四剑套的加成的 然后组织条方面 杀肉选择攻击力 杯子选择物理伤害加成 头的话根据情况选择暴居六或暴击伤害 也就是攻伤暴 副指条方面冲能力前面已经提过了 在保证冲能力前提下对上二就行 然后是冰伤玩法 武器期望对比和雾伤玩玩他不带都 首显依旧是维海星标 其次为吃骨剑和其他五行组组大剑 如果都没有的话选择让营扩剑 生意物选择方面 套装推卸选择冰套两件套 攻击力两件套 或者是居团两件套的散搭组合 主引猎人套由于触发问题 个人是不太推荐的 主条选择方面 杀肉推卸选择攻击力 杯子选择冰伤加成 头的话根据情况选择暴击或暴击伤害 不止条方面 冲能适当堆个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左右 如果带了机理猫猫 可一点冲能都不对 最后就是菲敏尼推荐哪些人去抽 适合什么样的人来抽 第一个就是近几个版本入空的萌新 一方面是因为菲敏尼自身的素质 还算是不错的 而且战绩加品A及格出伤 相较于一些大早启动的主谁 大世界体验来说会好一些 而且还有封担角色专属的盲荒属性 在封担探索时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另外一方面就是同期卡池的五星是 钟离和公子一个是最强队斧 另外一个是经过考验的老牌土C 那如果说萌新没有钟离这个角色 那推荐五老抽非常非常的好用 可以在抽钟离同时捞几个菲敏尼 然后就可以钟前七练着用 但是不太推荐投入大量的资源 去刷高科胜遗物 如果是珍惜喜欢的话另说 第二种人就是深渊不愁 且涂新鲜的老嫌疑玩家 或者是珍惜喜欢且没有深渊焦虑的玩家 不过呢还是需要注意 抽菲敏尼的时候 你需要承担可能会出已经有了 或者是不想要不需要的五星绝对者的风险 OK那视频到这就结束了